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冻蔬菜一个好方法在Kerry脑中发酵 能够避开菜价波动的困扰 但是吃冷冻蔬菜有没有保障 应不营养 Kerry决定亲自跑一趟 确认食材 宝贝们赶快来去看看冷冻蔬菜的家吧 走 欢迎欢迎 欢迎来参观我们的冷冻蔬菜加工茶 我们的冷冻蔬菜需要经过很繁琐的一个流程 那加工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尝心保存 那在台风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试用 走 我们来去参观我们的加工厂 好 找到这里了 来 我们加工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清洗跟消费 走 我们一起去看 好 产地的部分我们是跟农民契做 那跟农民契做的话 我们会注意它的一些安全要用药跟它的湿水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原料进到我们的加工厂之后 我们所有的原料都会经过脑药的检测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加工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切丁 走 我们继续 切丁之后我们就是要经过杀芯 那杀芯就是用准备度的热水 就只要把它的升级度下降 我们的红萝卜煮到八九分钟之后 我们会比较容易来保存 再也就是要降温就是会经过两道自来水跟冰水 那完了之后我们就是会经过这个急速冷冻 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产品的温度下降 所以它的冰性会比较小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冷冻蔬菜可以把它营养素跟它的口感 都烤实了跟新鲜的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会经过自动风浆 那最重一点就是进几年车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打包之后就会成品入骨 这辣椒要放好多红萝卜 那还有没有其他蔬菜也可以冷冻啊 有啊 实际上我们的冷冻蔬菜有很多种 那这个小朋友很聪明 第一个就是拿我们的绿花菜 那除了这个花椰菜以外 还有白色的花椰菜 那白色花椰菜还有红萝卜 马铃薯 玉米粒 三色豆 四色豆 这个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冷冻蔬菜 哇 冷冻蔬菜这么多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选购比较安全啊 来 相信这个标准大家都看过 第一个是CS 台湾优良農产品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产销履历 那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来扫这个QR Code 那扫完QR Code之后我们就是可以作源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包东西是哪一个农民种 种在哪里 那哪一个加工厂 加工完成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加工厂跟农民 都会替我们把关 所以只要认名这双重标章 就可以吃的营养安心又健康 就算在台湾季节也可以吃到国产蔬菜咯 赶快买回家煮吧 那我们赶快用冷冻蔬菜来做咖喱起巴 首先先介绍一下食材 我们要准备鸡腿肉 还有洋葱 还有咖喱粉 还有我们的冷冻蔬菜 红萝卜还有马铃薯 都是非常营养的哦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制作吧 首先我们就先把鸡腿肉给煎熟 那因为我们没有放油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鸡皮的油 再来去炒洋葱 这样子比较少油健康哦 炸完以后我们就准备要下洋葱了 反正洋葱呢就是要炒到软 然后炒到有点透明的样子 这样子它的甜味才会被释放出来 我们再把刚才的鸡肉呢再下下去 那我们现在准备加咖喱粉哦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是差不多六人份 那我们先下一点滴的咖喱粉 让它拌炒一下 等到鸡肉还有洋葱差不多六七分熟的时候呢 我们就加水 然后腌过食材 让它稍微炖煮一下 快要滚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咖喱粉都加进去 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冷冻红萝卜 还有冷冻马铃薯 所以放入锅里差不多炖煮二十分钟就可以挤锅咯 哇 咖喱机煮好了 赶快叫小朋友们来吃吧 那我们赶快来做玉米浓汤吧 首先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火腿 玉米酱 鸡蛋 牛奶 水 还有非常香甜又新鲜的冷冻玉米粒哦 首先呢我们先把火腿切块 稍微有香气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水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加牛奶 所以差不多水先加一半就好了哦 然后再把玉米酱先放进去 那差不多水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加冷冻玉米粒哦 那你看到冷冻玉米粒呢 其实和一般罐头的玉米粒不太一样 它非常大色 而且吃起来很香甜 很有玉米的味道哦 差不多水滚了 我们就把牛奶加进去 那我们就先加个盐来调味一下 最后呢我们就把蛋放进去咯 等到汤都滚了之后我们就完成咯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准备和风芝麻沙拉花椰菜咯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冷冻青花菜 那因为它是冷冻青花菜 当初呢是急速冷冻之下 保留它最新鲜的口感 所以千万不要先解冻 否则呢会影响它的风味还有口感度哦 那我们刚刚所使用的红萝卜 玉米粒还有马银水 都是不用先解冻的哦 直接放到锅里面去就是最美味的 想要吃清脆口感呢 大约煮3到5分钟就可以咯 如果家里有长辈或小孩 想要吃软嫩一点的 就可以再煮久一点 那我们就先起锅咯 最后我们就把芝麻酱淋上去 我们的凉拌青花菜就完成咯 颜色看起来非常的清脆可口 等一下赶快叫小朋友们来吃吧 屏ами姐妹一起吃吧 很默的 我们的笔青花菜 我们的笔青花菜 还爱上那一座